大家好,到了夏季之后,我们这个茶花的养护方法需不需要转换呢? 确实需要一定的转换 到了五月份之后,这个茶花养护的环境就要做一定的改变了 给它晒一些太阳,是能够促进它的生长了 茶花它本来就是一个喜阳,但也耐阴的植物 我们在现在这个养护的关键时间段,一定要注意给它补充光照 因为茶花在六月份左右是可以孕育花蕾的 而且也是孕育花蕾的关键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里面给它多补充一些太阳 是可以促进它的光合作用和养分积累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第二个就是浇水方面,一定不要含糊 我们要给它多浇一些水,去刺激它的生长 现在离六月份已经不远了 如果你家的茶花这个春芽还没有长成熟,还没有长出长状的话 多给它浇一些水,促进它的生长,让它迅速的长起来 第三个就是施肥方面了 施肥我们主要是判断自家的这个茶花 它的这个春芽是否已经长成熟了 如果这个春芽已经是长成熟,而且木质程度也挺高了 那么现在施肥就不是以生长肥为主了 而是以催花肥为主,在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茶花它会开始孕育这个花芽 大家看我这个茶花呢,现在就已经有这个花苞在孕育了 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也有这个迹象 如果你家的茶花这个春芽还没有长成熟 也就是它的木质化程度还不够高的话 那么就给它使用这种花朵的一号促进生长型的肥料 或者是直接给它使用这种塑效复合肥就可以了 不过这种颗粒肥使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些 没有这种水溶肥那么好用 因为水溶肥化水之后直接给它浇 它就直接能够吸收了,不会出现集体爆发的现象 最后一个就是不要缺酸 茶花对于酸性环境要求是比较高的 它是一个典型的写酸性花卉 给它补充到充足的酸性条件 它生长的才会更迅速一些 而且酸性环境是可以促进茶花 它的营养吸收的酸性条件是茶花生长和运累的一个必须条件 如果酸性条件都无法达到的话 想要这个茶花生长的多好多好 那是吃人说梦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